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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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数了一下我们的人数不是登堂的大班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不可以做一个小的要求 有点会知道混乱 但是如果不可以的话就问我就不可以好了 我想让我们桌子椅子我们稍微抬一下好不好 有一个圆的样子 那不一定在桌子 那不可以吗 可以吗 大概四台老公 对对对 或是圆形的可以 可以看吧 或是形 可以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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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这样可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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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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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比較静一點 啦至少 今天因為人數的關係 所以我想說 您可以做比較清淨的對談 那所以就比較不像大班的商課 想說在一開始的時候 先跟大家做一個自我介紹 另外我也希望说能够跟大家有个互动 所以不知道可不可以 也请你们自我介绍 让我大家知道你们从哪里来 我姓张座华 那因为这个名字太奇案了 所以我在上次我也简单做一个介绍 其实取了这个名字以后 我发现我不太高兴 为什么不太高兴 因为有人听不懂台语的吗 听出什么 有都听得懂 那我有时候就会夹杂 第一个我感觉这个名字好太奇案了 太奇案了意思就是说 一太奇案就会都有这个名字这样子 然后大家就常常叫错 有的人就叫我树兰 为什么我姓雕瓜跟树兰在这边 然后有人又叫我树儿 有人他叫我秀华 然后他叫我树华 总而言之你跟人家在一起了 几天以后回去还是这个样子 因为搞不清楚 那我就一直很想要改名字 而且听说那个树华平话不是真的那么好 还是什么Bologna是吧 就是说聪明是聪明 但是好像没有办法得到非常多人的辅助 我觉得被改的不可 一直到有一天 我忽然发生我去过日本一年的时间 发现说 原来他的日本名字叫Soga Soga 大家知道Soga 然后处法就叫Soga Soga的英文 日文的意思就是 然後後來我又發現 他的英文也有意思 原來他的英文叫 搜壞 搜壞了就是什麼 你是該怎麼做 那個時候我就開始覺得 我的名字還蠻有意思的 原來我想那個何瑞源老師 他們在教英文的記憶的時候 也會教我們聯想 當聯想我們就發現 我們跟不相關的事情開始了關聯 那我們就會去注意他 我們會去喜歡他 我們也想要去批評他 或是我們想要去改變他 我們就開始了 也許大家會覺得說 講這個做什麼跟學藝有什麼關係 等一下我們再進來這個議題 先回到我的名字 我就覺得不錯 但那其實是凡事都質問 就可以嗎 就說像剛剛我們原來的位置自己排一排的 那我就問可以嗎 可以這樣嗎 發現好像是可以的 那可以我們就改變了 改變有沒有一定比較好 也不一定 可是就試試看 下次同學們就會想 欸 到底這樣做得好 還是這樣做得好 我本來還希望不要有桌子 大家都桌在地上 我陪大家都在地上 如果還有下個兩個小時 然後我們來試試看 這樣會不會更好 我想這個是 感恩呢 我們至少可以問 對現有的秩序 我們先問一下 感恩呢 是這樣的嗎 可以這樣嗎 為什麼是這樣 好 那慢慢的呢 我發現 欸我可以穿出來 這是我的生命歷程 剛剛講到 英文 英文是甚麼 So what 沒有你是怎樣 為什麼呢 人 他會一直質問 現實以後 你不能一直停在這個地方 因為你一直停在這個地方 怎麼辦 你就會一直找查 你到每個地方都問人家 欸可以這樣嗎 然後是這樣嗎 為什麼要這樣 其實總要長大 有一天大家會從20歲到30歲 我就會回了30歲到40歲 慢慢的我們要建立 什麼 就是建立一點的自信 建立一點說 欸 我們在這麼多的現象裡面 我們總要選擇 什麼是比較好的 那所以呢 我們也開始會變成 講師 有一天 我們也會講給大家聽 那有人會來給我們質問 那質問的呢 有的是比我們更年輕的 有的是長輩 長輩說你哪個案呢 那那個時候 那句話就來了 沒有 你是在那裡 那這句話其實有對抗的意思 但是也有自信 你想要建立你自己的價值觀的意思 後來我又發現 原來這個名字還繼續在走 那我收的五年 我去看那個 就是檔片 你知道那個從50幾台以後 開始就會 56 57 一直到後面60台 就開始會有一些 影片可以看 但我發現 那我發現原來我的這個名字 在賭場裡面還蠻流行的 Soha Soha Soha是什麼 如果在場會賭人 那可能可以指證 Soha就是 宗帝 宗帝 大家聽懂嗎 我就全上了 那全上其實人生走到這裡還蠻可怕的 不過我們有沒有這個時候呢 就是說 剛剛有人說有 就是因為我們要做的事情 我們有的籌碼 那中間還不成比例的時候 譬如說 我們只有20萬 我們想要買一個500萬的房子 怎麼辦 有人更厲害 就說不行 我還是繳個頭7塊18萬 有時候18萬也不讓你繳 所以你就只好 以小博大的時候 你之後找東北 對不對 你的婚姻呢 大家在選擇婚姻的時候 有人說那有什麼關係 我們再離婚就好了 不過第一次在裡面的婚姻的時候 你還是會怎麼樣 中北 是嗎 那有的人 他會開始做一些選擇 譬如說 他要開公司 他也比較容易中北 那還有什麼呢 我覺得說不一定 對大家 每一個這樣子的議題來臨的時候 那個重要性都一樣的 有人就是一輩子 我就是被擁擠 我不要 我不要在我的事業當中北這樣子 但是也有啊 那個你的老闆問你說 你要不要去中國 要不要去 那或是要不要簽10年 常常我們會有這種很大選擇的時候 然後這時候 你不得不整個要回去考慮了 你到底怎麼樣 那我覺得我現在 我心得我自己 我覺得我走到中北的時候 就是收他 那到底是什麼呢 我也覺得我應該要去找一個這樣子的目標來做 而且是義務反覆的 好 我後來發現原來 他在範圍裡面還有自己 範圍裡面也有一個松花 那是什麼 用智慧到底案 那我自己當然有我自己的解釋 我覺得中北亞呢 中間的酸甜苦辣 你才會知道 那個代表什麼 那代表一條路 你願意從開始走一直走到底 在那個過程中 你會看到好的風景 壞的風景 你會走到直路 你會走到要曲折的路 你會走到非常困難的路 但是因為你走到地了 其實一路的酸甜苦辣 你就都有了 你可能也因為這樣子 變成正逃路的專家 因為你走到 有的他就是一直在倒路 難道好就停一停在領域 但是中國的古話有一句話說 君子 混注要怎麼樣 立橫字不要橫立字 不然你停一停 我們總是到了有一個時候 我們要一路走到這個時候 最後我們回過頭去看 到底這條路 我們走得成功還是不成功 我們怎麼樣面對 講得看遠一點的 你說我們要面對我們的父仙 怎麼樣面對我們的小孩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意義的解釋 不是別人可以幫你解釋的 如果我把別人幫你解釋 那麼我可以跟各位說 我們大部分都是人生的失敗者 為什麼 因為你都沒有第一名 你沒有最有錢 你沒有當總統 當副總統你就會覺得很有遺憾 我有總統格的 為什麼到這裡又不是我 沒有一個位置是你可以有遺憾 沒有一個位置是你覺得夠的 永遠都不夠 那這種狀況之下 像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的就業機會 對很多年輕的朋友來說 會覺得更辛苦 那也許他又回去學校念書 那也許他又晚了人家 兩年出社會種種呢 你總是會遇到很多的遺憾 所以最後那個搜花 用智慧到彼岸 那當然這是宗教的話 但是我覺得對我們的人生來說 也是一個還不錯的一個任務 那個任務是什麼 就是我們自己必須要去解釋 我們自己這一輩子 我們走過了 他的意義跟價值 那是什麼 而且很樂意的把它給分享 你要說我都是失敗的記憶 有什麼好分享的 其實有時候失敗跟成功 他的距離是很接近的 就差一點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如果有機會 我們慢慢的再跟大家做分享 我想 為了要讓大家知道我的名字 現在記得我的名字了嗎 我姓張張樹華 你要叫我 Soug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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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Sougat 都可以 那不過 我也想把我人生 再追逐我的名字 到我的人生意義的過程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我想你們的名字也有這樣子的故事 透過移民 還是透過衣經 或是透過工作我可以選擇 那當然是可以選擇 可是我想 此時此刻 此時此刻 然後日文叫做Ima Coco 就是我們站在這個地方 Ima就是現在Coco就是這個地方 我們是台灣人 我們是台灣人 那麼 我覺得大家可不可以跟我一樣去想 欸 阿特捷的台灣人 你是誰 阿特捷的台灣人 我相信 好我們狡猾的 阿特捷的台灣人 他有沒有階段性的使命是甚麼 那我最近聽到有個朋友問我講 他說 全世界現在就是Ima Coco 就是現在此時全刻 從而那麼明有一個經濟發展 民主自由的國家的地方 結果他還不是一個國家的 哇他建國了以後 應該是全世界最轟動的事情 昨天有一個朋友跟我說 他說南蘇丹 我們全世界最窮的一個地方 然後他獨立也變成一個國家了 那我覺得我們可以想像 那個比較像 這麼小的一塊地方 然後人口密度這麼小 然後如果有一天 他變成真正一個國家的時候 他會怎麼樣 他對這個世界的影響會怎麼樣 那我聽到有一些話 譬如說我們加入WHO 世界衛生體肌 我們沒加入會怎麼樣 沒加入會很慘 為甚麼 因為現在流行病 都是全世界性的 所以那台灣人有一個特點 很愛出國 出國去玩 出國去念書 出國結婚 還有出國去工作 然後人口又那麼多 很容易傳染 當你很認真的去想 原來我們加入WHO 不是只有台灣在爭取主權的 這樣子的一個意義 而是我們根本就可以對全世界的 這種衛生防疫 有很重要的貢獻的時候 第一個 我們有了立足點 你就不想要改嗎 就好像會受懷你了 趕快我不想再改 你就不錯啊 第二個呢 當我們希望對方接納我們的時候 我們不再跟對方說 輕輕可憐可憐我們 拜託我們這樣不用 我們可以怎麼樣 我們可以非常確定的 而且非常有信心的告訴他 我們對你們是有貢獻的 如果你沒有我 加入你們作為成員的話 太可惜了 還有 我昨天這還是昨天聽到的 說台灣 台灣的安全問題 這個我想經常我們可以在 你自身老師這裡聽到 台灣的安全問題 讓台灣如果一直可以維持 獨立的狀態的話 他對亞太地區 他有一個 最重要的貢獻 因為這個地方亞太有事 糟糕了 糟糕就是說 他可能會讓很多的國家 變得很不平靜 我現在講的就是說 當我們拒絕關聯 那麼我們就只好 而且我們資訊 又在非常強烈的 有落差的狀況之下 我們就只好接受現成的 現成就是送好這點名 還是太簽了 你會永遠就覺得很自卑 啊這點名 不是叫人家叫那個什麼 有些名字都還自己取的 你看我們下一代的那個名字 都還自己造字 因為都給威士頓的很多 你就覺得我名字為什麼不懂 一樣的 有什麼讓你實力夠啦 讓你實力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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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當我們一停止發問 開始問可以這樣嗎 是這樣嗎 為什麼是這樣 開始在那個中間做關聯 開始有自己建議的價值觀 開始想要跟別人分享 開始問這個去努力 而且一路走到底 回過頭來 當我們分享我們這一輩子的時候 我們發洩了 因為我們走過了 因為我們選擇 因為我們問過了 所以我們朗朗上口 那這個樣子的結果是什麼 這樣的結果就是一個多采多姿的人生 什麼叫多采多姿的人生 都心想把人害怕 這個就是我們在追求的 所謂多元的社會 那這樣子的社會夠不夠的好 當然夠的好 而且大家深入再去看 這樣子的社會 每一個人如果都這樣的話 回應 你去觀光 你就想不到說 欸 四季都中午餐 因為每個地方都不一樣 我們去夜市吃東西 太好吃了 不是說歐米索 從南到北都有歐米索 我們只好一直說 不然我們來交換看 基隆的歐米索 跟墾丁老的歐米索 怎麼不同 不是 我們到每一個地方都有它的創造 跟它的發明 觀光也很好 還有呢 賺錢更好 為什麼 現在慢慢的 大家已經開始在討論 我們不要再過那種 大量生產的 資本主義社會 為什麼 因為假期 在走出來的東西都一樣 我不喜歡跟你一樣 我的包包不喜歡跟你一樣 我喜歡那個限量的東西 最好是手工製作的 所以我們剛好走進了一個時代 那個時代它呼應的 就是一個可以去支持多元價值的時代 而且 你越早這樣子啟蒙 除了對你自己 你覺得你越安心 你越清楚 對你身為這個時代的人 這是未來 因為這個旋律 你要工作 你就發現這個是一連算的 這樣子整個連貫起來 那我覺得 我們今天花了一些時間 不從外面來講歷史 我是希望說 我們就從這個地方開始展開 那也許各位來的人 已經比我 自動的跳過這段時代 但是我在想 我回憶我年輕的時候 其實我是很 我們那個時候已經帶你們二十幾歲了 就差了 我們大概有兩代 有人說如果三歲一代的話 我不知道已經幾代了 那個時代因為 因為他的資訊比較一致 譬如說 觀眾等了時間幾乎三代 大家可能沒有辦法接受吧 好奇怪喔 為什麼電視只有三台 為什麼廣播永遠就只有 東廣金廣 怎麼這麼小的 然後永遠自正倡員在講話 我們以為世界就是這個樣子 那時候也沒有什麼網路 我們也不流行用email 連用傳真都覺得 我一定到這裡拍 你有在做行李 你的家裡有傳真集 我還記得我第一隻大哥大 是在1995年吧 我雖然不是非常的時髦 在用大哥大 可是我想我也暫時 不是很晚的 我一定大哥大就搞定 好像那個黑金剛是不是 黑金位金更大隻 還要叫另外一個人背著這樣 乘幾何時 然後那時候一隻手機 我記得我第一隻手機是五萬塊 而且還算八萬塊掉到五萬塊的 沒有幾個人可以拿到那種手機 我真的好大隻喔 一隻很大隻 一隻手機是五萬塊的 到了現在你看 這麼薄這麼小 那時候哪有什麼email 全部都是這十幾二十年來的狀況 那對各位來講 各位已經習慣了 所以你不會用網路的 不會用手機在那邊傳簡訊的 我會覺得好奇怪 可是我想做一個人 他可能他可以運用的工具更多了 但是他遇到的特體很核心的特體 是一樣的 而且必須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發現 我們的外表沒有多大變化 我們的基因沒有多大變化 我們的身體沒有多大變化 也許我們還在變化中 但是很多人說 我們跟配星星中間的差別 到底差多少 聽說97%的金是一樣的 那3%的金是什麼 所以有0.5% 那個金是真正人跟配星星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剩下的2.5%是什麼 是我們原有的基因 去做重組 那他們稱為這叫管理基因 管理基因怎麼講 就是剛剛講的那幾個過程 因為我們會問問 因為我們會有主張 因為我們會有意志 因為我們還會去解釋 我們被路讓走來到你等於回事 才是那個2.5%而已 那所以回過頭來 很多人可能就會開始覺得說 我跟老的你這台都不一樣 那我跟什麼不一樣 其實有沒有那麼不一樣 我想並沒有那麼不一樣 我們把這個東西做開頭 回過頭來去看20年前 1990年 1990年 21年前 21年前 其實那是我上次來這邊講的一個題目 就是講我一直以路走過來的這個經歷 坦白說 學運20年 他的意思是什麼 他的意思是說20年前 我發生了 我遇到了學運事件 他不是 他不是 學運一直 我做學運做了20年 我並沒有這樣子 但是也有 這個20年前發生的事情 在我生命裡面留下非常重要的基因 他一直在成長也一直在發想 那那個部分是什麼 就是我剛剛講的 他讓我可以問問題 可以問問題重不重要 我想 在跳躍我的人生經歷 想要跟各位分享的 是在2004年 因為我在公開的場合 比較少跟人家分享這個部分 2004年 醫院打電話來告訴我 我父親得了肺腺癌 而且也是默契 而且也是即興的 就要死了這樣子 我想怎麼可能才三個之間 很快的 他就送到了江戶病房去 那因為我自己個人的經驗 我從小跟我父親是聚少於多的 然後我覺得這麼可以這樣子 真的是子育癌而進不淡 你才開始 才開始想說 你可以帶你爸去哪裡 你開始怎麼樣的時候 你發現你爸怎麼就快要不在了 怎麼可以這樣子 可是 可是大家知道 接下來我們要走的 因為各位還很年輕 所以你們的經驗 有的是你阿嬤一直帶來的 你知道 可能現在才面對你阿公阿嬤 會是什麼 安正末期 然後送醫院 我們知道醫院 他其實是跟1990年之前的政府是一樣的 他是什麼 不管你是好良財 不管你是在做什麼樣的討論 不管你是國小還是國是 你進到了一個幾乎叫做絕對權威的地方 當然這幾年來也因為大家比較開通 所以開始有很多的醫療糾紛 但是那個醫療糾紛通常他出現在什麼時候 都是出現在最後我們沒辦法接受的時候 欸我爸爸好好送進去有什麼 剛剛花幾個12年出來 你裡面只有5人 我不能接受 所以我們開始去 打官司有所謂的醫療糾紛 然後我們現在也學會了 要做那個打醫療糾紛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先去找醫院 一定要先去找記者 然後其實接下來可能要經過5年 8年10年的時間 這是唯一我們對醫療我們可以講話 那接下來還能講什麼話 沒辦法 我們只能說 有錢人就會這樣說 來孩子去幫我找一個最好的醫生 把你當最好的好的醫生都拿出來 然後給我最好的照顧 一定要把我的爸爸的命給保住 然後接下來要再怎麼講 否則的話 否則沒有否則 否則你就等醫療糾紛 但是分位我想問 什麼就是最好的醫生都拿出來 難道把所有的藥都從他嘴巴裡面灌進去 他就活了嗎 那不是啊 而且現在還發現 慢慢的發現 以前我們都不去問問題 可是現在我們去問 我們發現說 同樣的藥給同樣的病吃 有的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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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哪裡出問題 我們不是都要相信醫生嗎 醫生你有開最好的藥嗎 有啊 這最貴的 我們問題好多喔 最好的是不是最貴的 有人在咬口 有人在咬口 可是我們就是這樣子啊 我們發現 等到我們進到一個 我們非要不可 那個父親是我們非救不可的 然後我們才發現說 欸 我們有這麼多的傳統的價值跟傳統的觀念 還有傳統的權威 全部都包圍住了 尤其是當各位如果也遇到 你有一個至今的人 他得到癌症末期的時候 非常多的訊息一下子 湧到你的身邊啦 我會說你到紅色紋的人 大家會遇到 有人會說你爸壽命已經蓋盡了 不過只要你念經的話 你可以元壽 你會遇到這種 還有一種我會告訴你說 這個裡面有基因變異 所以呢 你要吃很多的奇怪的草藥等等的 那種什麼營養醫學 全貨都來了 那時候我們真的很恨 恨什麼 為什麼我們從小受教育的時候 該做問題的時候沒有問啊 該做假設的時候沒有做假設 因為沒有問問題 因為沒有做假設 所以我們的老師坐在這邊 可能陪著我們一年 陪著我們兩年 陪著我們三年 他就這樣走了 我們也搞不太清楚 我們可能因為以為他口才不夠好 所以我們也覺得這樣沒什麼 不是明師啊 沒什麼 但是好啊 大家來比比看啊 遇到這樣子的情境以後 你待會兒在那裡有努力嗎 你偷吃會有努力嗎 你樂總統的哪有努力嗎 沒辦法 因為都沒有問問 因為都沒有建立自己的理性 那我直舉 那我直舉這三年中有一個最重要 不是重要 那其中一個例子 我記得那個時候 因為我承諾了我父親說 爸 即使你到交互病房 我一定救你到哪裡 我會放棄你 可是怎麼辦呢 已經推到交互病房去了 那當然那是我自己個人的機遇 就是因為我在做廣播 我遇到了那個醫生 是我的 其實是我的朋友 所以我有機會 進到交互病房裡面去 我沒多久就發現了 我父親沒辦法排便 那我想問各位 因為你們很年輕 所以你們可能沒辦法想像 也許你們只能想像 就是你們阿嬤跟你媽公那一代的 你去問醫生呢 那你去問醫生 醫生告訴你什麼 你放心 你把你們的父親交給我嗎 你後世嗎 對於這關不能排便這件事情 他有四個理由 第一個因為他就躺很久了 第二個他還在打化療 第三個因為他是肺有問題 中醫說肺跟大腸相表演 所以大腸的流動很困難 那還有一個是怕貼鴉片 這些因為 那所以呢 他就是不太能夠排便 但是你不要擔心我們有方法 我們可以挖他 我們可以讓他吃忍便劑 我們可以用很多的方法 我們可以用很多的方法 我們可以用腺藥 我們可以用腺藥 再出去設計的地方 怎麼這樣很快進來 就是很緊急 很快出去就是 可能是你開刀了 所以你收到你的兩片 趕快出去 或是你很快就死了 你趕快出去 某人在家後背包在那 他這樣躺很久的 他不是為了躺很久的設計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爸爸到家後病房的時候 他的血氧在下30 大家的一般的血氧量 差不多是99、98 他很可怕 就是說 你看的時候百分之百 大部分的人都百分之百 99、98、97 頂多就是這樣子 你突然到30的時候 其實就會死啊 我發現他叫我 他叫我幹嘛 他叫我說你放心 我自己在想 你放心 我必須開始思考 你放心的意思是說 他很有把握 所以我父親交給他 一定安全 要放心嗎 還是因為他受了一生的訓練 他為了 你不要惹他麻煩 你做過為了嗎 所以他叫你燒安勿躁 其實你放心這句話 他真正的意思是什麼 你燒安勿躁 你不要怕我 頂多就是在家裡一句話 我會禁定 可是其實我們也不太懂 他是不是會禁定 那這是第一個 我覺得我做了處境的判斷 這個判斷不是我不願意信任 是我不可以信任 因為我活時間 他有時間我沒有時間 他為什麼有時間 因為只要不要發生 一牙糾紛 他就可以一直做到 60歲65歲 甚至70歲 我沒有時間 是因為我父親 可能只剩下幾個小時的生命 我怎麼可以站在他的立場 做我的立場 我們常常也聽到政府跟我們說 你放心 你跟我說就沒問題 但是一樣的啊 在這種絕對權威的環境之下 各位要問 你又後期什麼意思 你有時間 我也有時間 因為我們處境不一樣 可是經常 我們面對權威者的時候 我們就會習慣相信他 習慣聽他的音 我都沒辦法 我們就過簡易的 根本我們沒有辦法 好這是第一個 所以我覺得我不行 除非我要放棄我父親 我聽他的 我就等於我要放棄我父親 我覺得我自己必須要做這樣的判斷 第二個 我父親先生的狀況 是多麼的嚴重 我覺得很清楚的一個問題是 我為什麼這麼害怕 因為我怕我父親死 什麼叫做死 我覺得我發現 我對死也不明白 我只好花一點時間就去思考 我覺得死大概有四個 有四個途徑 可是後來有四個現象 當然最後就是一個現象 而不能呼吸嘛 好我們看了有什麼 你覺得不能睡 不能吃 不能拉 不能動 最後不能呼吸 有人就說 學姐這個我會好不好 這麼簡單 沒有不簡單 當你開始做分析了以後 你發現 這個裡面有一件事情 最要緊的 但是你現在暫時可以放棄了 這什麼 各位這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情境我們不一致 所以你們沒有辦法回答 所以不能呼吸 人不能呼吸就 但是現在我可以放心的 暫時因為我不經怕管 所以不能呼吸這件事 我覺得我盡量不辦法 暫時要放在那邊 好四個不能 哪一個最嚴重 不能吃不能睡不能拉不能動 各位你覺得什麼是最嚴重 都很嚴重 對 可是不能拉最嚴重 因為不能拉 你可能會產生很多的混氣 不能拉 你可能就很快就中毒了死 可是你不能吃 你還有其他的方法 而且不能吃 你可以撐比較準 那不能動呢 當然有很多人也不能動啊 躺著兩年不能動我們活著 不能睡 不能睡 也有很多人很久沒有不能睡 所以我認為不能拉 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事 所以環境上我沒有時間 我父親的部分 我還是沒有時間 可是接下來怎麼辦 不能拉 那這個過程我跳過 因為有很長的那個 就是討論的過程 還有爭取的過程 最後 然後 我就爭取到了餵食券 因為我覺得跟吃的東西有關係 那當然嘛 不然是怎麼樣 你唯一可以救的 你唯一可以有變速的 他躺著 他在做很多的醫療治療 可以動他嗎 沒有辦法 所以其他就是 怎麼樣 就是餵食 但是餵食 他們管理 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就必須要判斷 什麼是一定不可以的 什麼是可能可以的 那我們要不要問問題 因為我們有個假設 我們剛才要問 醫師 那個 我爸說 我爸真的是 你說既然你養我問題 那醫生就跳出來啊 怎麼有問題 我們這個都是營養師 我怎麼樣去配備的 怎麼會有問題 我後來又開始想 我覺得不可能 你這句話又在騙我了 因為我們並不懷疑營養師的專業 可是我們懷疑一件事 這整個所有的醫院的醫療的招呼 都必須要在一個符合經濟成本的狀況 下去運作 所以對不起 只要你要健保 你就拿不到所謂最新的藥 因為他健保沒有幾步 只要是醫院裡面的飲食 就不可能客製話說 你爸爸是怎麼樣 然後照你附近是怎麼樣 我自己在猜 應該大部分還是吃罐頭食品 應該大部分 頂多還是分 因為你現在在做化療 所以 他給你那個什麼 什麼就是高蛋白之類的東西 我覺得他只能很粗分 他可能細分 因為你繳的錢這麼少 怎麼可能客製話 即便那個營養師 但是他有120分的才能 我們可能在信有的制度之下 我們用不到他20分 所以我覺得我還是不能相信 那我平常沒有這麼壞的 你是因為那個時候 你面對的事 你要搶了你父親的命 那我還說 我就亂說了 因為後來就用蟹藥 我偷偷找人家進去用蟹藥 所以我幫他就開一開一開 那我就找一個理由說 這人蟹的太厲害了 所以讓他 我們餵他幾天吧 我餵下去之後 我要講的真正是這一段 我餵下去之後 其實很快的 醫生就跑過來找我 醫生說 你為什麼把他的那個 血糖餵到400 各位知道嗎 血糖400是非常高的 血糖正常好像是 飯前的話是80 飯後的話大概120 他說 你吃什麼東西 完蛋了 就兩支那個什麼 那個 胰老素就拿出來了 而且不管我的同意 因為也不能你同意 那是家務病房 馬上第一支就打下去了 第二支已經領好了在那邊等 那我 不會覺得 對啊 怎麼辦法我害怕 怎麼把我爸弄成那樣 可是我還是告訴我自己 我必須要思考 我如果現在放棄了就沒有了 那我就開始思考 我其實不是那種 什麼醫療的專家 但是我覺得 我不能拼職發問 第一個我父親 他有一點點糖尿病 但是我那麼嚴重 那以後你有變成死吧 我就假設 我假設第一個 那是人 為了保護自己 但危機的時候 的一種代償的反應 是另一個 第二個呢 我認為 所謂血糖高的意思就是 這是什麼 就是 血裡面的糖分 測出來的很高嘛 那那是什麼問題 我不知道以前沒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我必須要去假設說 他不是一個長期的糖尿病的 他只是因為臨時的 代償性的 為了要保護他身體 所以他的血糖就飄高了 還有一個問題 我在想因為他躺在床上 所以他的血比較不容易經過滲透 他要進入器官啊 他如果進入器官 你驗血是不是就驗不到他的糖分 這是我假設 沒有人教我 我想我如果這樣假設 一生裡面跑那豆腐多 可是我自己在想 我必須因為我面對的食物 就我父親的命 那開始又有很多的思考 那個思考是高高 那他要吃什麼 血糖這麼高 血糖高的話 不能吃高脂肪 也不能吃 甚至連高纖維高糖類都不能吃 那因為你也不能一直吃 那個高蛋白 高蛋白會產生會氧化碳 氧化碳會把你的 那個就是產生的氣體 他會把你的肺脊壓 你會覺得很不舒服 那高脂肪 那一些東西也不能吃 因為太多了 就是你可能 要不然這次會影響到化療 要不然這次影響到糖尿病 怎麼辦 要不然這次影響到呼吸 覺得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後來只好就做了一個判斷 那我最後的判斷是什麼 我最後的判斷是 我覺得在這個裡面 有一個關鍵的因素 因為我們還是要解決血糖的問題 我覺得所有的因素都在說 這是我假設的 我覺得那個分子太大的 那因為我們有益氣的時候分子大 他很容易從血管還是一樣走到器官裡面去 但是你身體很弱的時候你就走不下去了 所以我做了一個判斷 我去附近的營養店裡面 我去買的脂肪分子炎像素 蛋白質分子炎像素 糖類的分子炎像素 但我看那個真的是有用 因為本來的東西都是故品嘛 你把它攪一攪以後會變議題 那通常議題的分子是比故品還要小的 我就讓你跟我爸灌下去 其實那只有幾小時的時間 那醫生衝出來 你到底做了什麼 為什麼你的爸爸的血量變成80 各位只有幾個小時的時間 從400變到80 我是覺得我很抖運 但是這一個關鍵的戰爭我打贏了 因為打贏了 所以我繼續拿到了衛生權 那在那個過程中 還有很多很多的 問問題的過程 主張的過程 堅持的過程 還有你爸爸也是給你送帝 你會帶著人輸的表演 我也很希望跟各位分享 這個一連串 最近有一個導演 他說他對這個過程非常的興趣 因為連他的哥哥也是在醫院 我早就過世了 那我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一個現象的背後 他有什麼 他有決策 他也有很多的因為 所以才變成這個所以 但是那個因為 他有沒有一定是為我們 想要的 所造成的 不一定 我再舉個例子 我記得那個時候 已經 因為我救了我父親三次 我父親就是救到完全就乾淨這樣子 然後我可以去種田 可是他嚴重的時候 也就已經乾癌什麼都有了 心胞膜有用 有一次我為了 一件事情就跟醫生吵起來 我說醫生可不可以給我父親比較重的 比較重的 的藥劑 因為那時候他的第三次伏發 第二次伏發 而且已經乾昏迷了 醫生說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他說他現在身體比較弱 但是我那時候 我支持之後再賭一次 我賭的是什麼 其實我要跟各位說的是 當我們做這些發問的時候 很重要是你還是要有一點知識 然後我去理解那個知識 我知道的知識是 我上網去查 其實現代癌症的研究是一個 對大醫院來講 尤其是對這種教學醫院來說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他會做一些假設 各位你知道他們的假設是什麼嗎 原來 對那個癌症病人的用藥 他的假設不是他的年齡 不是他的體重 我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做的 至少在我父親那個時候 他們是以他的體表面積 作為吃藥的比例 那我覺得不對啊 所有的因素裡面 體表是一個 體重是一個 你的嚴重的程度是一個 你老不老是一個 你的吸收的程度是一個 我覺得太多了 但是不行 這樣子沒辦法做研究 我不得不去假設說 醫生還是把我爸爸當成什麼 白老鼠就是在研究 所以我跟他說不行 為什麼我說不行 因為我看到我爸已經剛回憶了 我知道他沒有時間 而且我也做了一個很重要的假設 我假設 那個癌症 只要他是非常迅速的在發展的時候 就好像一個草 他長得很快 所以你殺蟲器殺下去的時候 他的組織力會不堅固 所以也很容易殺 但是當他旁邊錯節 他長得很慢的時候 其實可能你在投藥就比較困難 我一樣 我就是有沒有時間 就只要躲 又去躲 結果就讓我躲贏了 我爸又被我救回來 那我今天有點脫體 但是我想要跟各位說的是 即便我們聽了學運20年 各位得到的結論可能會是說 沒什麼 那都已經過去了 我們現在沒有學運 我們現在學運的新的方式 是我們只要用Facebook去串聯 這個是我們現在的做法 我們現在已經不要到現場去靜坐了 我覺得所有的經驗 他要不要傳承 所有的知識 對我們有沒有意義 我是認為他還是有很核心的問題 那個核心的問題就是 我是誰 我是什麼 我要什麼 那我存在的價值是誰決定的 這些部分 如果他都能夠得到一些肯定 我們為什麼要得到肯定 各位 因為我覺得我來解釋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決定的 譬如說我們的爸媽是誰 我們沒有辦法決定 我們看到那個爸媽好像好 哇 這個對他們兒子中俄來的 很無緣 我們沒有辦法決定 有可能 因為父親的關係 學運的關係 我們出生落土 那是台灣人 沒有辦法決定 就是這樣的 也包括我們的名字 當然也可以改 有人說父母 可不可以改 可以啊 你不要認他 你就一家說走 你就去認別人 但是 我覺得他還是有一個很基礎的問題 這些部分我們願不願意接受他 然後關聯他 然後我們給他的意義 這個意義不是 環境給我們的 傳統給我們的 是我們自己跟我們自己的 那因為很清楚的 知道哪一些是 不可以改變的 哪一些是可以改變的 哪一些是試試看可以問問題的 我們發現 當我們把這些東西關聯了以後 我們面對一個 今天來這邊最核心的一個問題 就是 在座一定有很多的老師 前輩在教我 我們可以透過法理來建國 我們可以透過 國際法打官司來建國 我們可以透過風頭來建國 我們可以透過選完總統 總統宣布獨立來建國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我們甚至停在這麼多的方法裡面 欸你的人跟我不一樣 你的不對 你才不對 可是我覺得他有一個最核心的問題 那個核心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要一個國家 我們為什麼要一個國家 如果要一個國家 沒有比較好 我們為什麼要一個國家 一個國家 他像不像父母一樣 是不可以拒絕的 有人以為是不可拒絕的 我怎麼要做無國之名 我也這麼好 有人就認為說 國家跟父母 更不一樣是 我可以選擇啊 我可以選擇 我想要做美國人 我去做中國人 我去做美國人 那我覺得 當我們有剛剛所講的 可能用了一個小時的時間 我只是在說一件事 就是 我們要問問題 我們要有主張 我們要抵抗別人的主張 我們要 就是 因為我們的主張 就捍衛我們的主張 然後我們回過頭來 我們給他意義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之後 我想就會有人立足一點 面對 為什麼 我們需要一個國家的時候 我想 我們會回答 用國家做什麼 用國家做什麼 其實如果還有一個 下一個小時 也許我們就來好好的問這個問題 要一個國家做什麼 國家有什麼 我來的時候看電視 以前 在夜市裡面 什麼自助餐啊 米餐啊 有一些 其實他是免稅的 他現在要睡 很多人都想 國家一天到 你把他逃跑 國家到底有什麼好處 我沒有國家 就不用警察 把我抓起來 給我判死刑 判等 晚上還會領酒 我用國家做什麼 我賺錢自己會賺啊 我要賺台灣的錢 我在台灣賺 我要賺中國的錢 我去中國賺 我用國家做什麼 每一個政府不是都一樣嗎 每一個地方都有政府 如果政府 我們就看看他 是不是 有什麼辦法 有辦法咧 我們就守法 沒辦法 我們私底下就是待辦法 所以為什麼要一個國家 我們個人這麼有能力 為什麼需要一個國家 我們留著下一個小時問好不好 那因為今天的題目 還是學運20年 我想各位如果對學運20年前 有任何的問題 一直到現在 他的八等等等 我想我也很願意跟各位分享 那因為時間到了 我們先休息 那下一個小時回來 我也希望說 我們今天做這樣 就不要佩服這樣子的做法 你說我們因為有比較近的距離 你們來問我問題 我也來問你們問題 那是不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第一次 離開了這裡的以後 就會覺得 因為我們的觀點更深了 我們可能因為這樣 我們變成好朋友 我們可能因為這樣子 我們對我們主張的事情 我們更有意義感 那當然我自己任務 我依一下自己給的 我們先講到這邊 我休息一下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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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